你最大的问题是不真诚 你说隐瞒年龄是善意的谎言 那我问你 善意的谎言是为自己好 还是为对方好 为双方好 为双方好 这是你所定义的善意的谎言 那你的所谓的隐瞒自己的年龄 也是为双方好 主要是为自己好吧 那为自己好 所以这还是善意的谎言吗 你在这段感情过程当中 你所有的对他的态度 以及自己的一些行为 你都是围绕着自己的感受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甚至不需去扭曲 所谓的黑白是非 来为自己辩讨 你说你以前不撒谎 结果是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但是现在 你撒了一个所谓的善意的谎言 你表面上成功了 但是我告诉你 两者的区别在于什么 如果你不撒谎 也许爱情失败 但是你人得到了尊重 你现在撒了谎 被戳穿了 你不光爱情没了 你别人对你的尊重也没了 你是两者都失去 所以呢 你将来是讲真话还是讲假话 我们首先得做人 要有人的尊严 对吧 所以我劝你从今天开始说实话 然后看看自己性格上的缺点 来修缠自己 你 其实我一点都感觉不到 这一年以来你的痛苦 我觉得你很享受她的纠缠 我完全不享受 如果你不享受 今天就别出来 然后呢 在生活当中 各个的日子 各自做各自的工作 就对 过去情感的失败 真的跟你说真话呀 什么都没关系 下次你学会了 真爱一个人 懂得欣赏那个人 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个女人 很欣赏你 同时你也欣赏她 都别着急 女生 不喜欢跟人直接说 别再说那个什么 你一开始就骗我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亲爱的 我们毕竟有这么久了 我知道你不忍心 但是你的压力是来自于 父母亲的反对 你也不是三岁小孩子 你这么大个人 你自己做决定 父母亲的话 不是说不听 只是作为意见 作为参考 命运讲过在自己手中 你干嘛非要你父母亲 来做你的决定呢 其实他自己 我觉得他自己 他还是不完全想那个的 他主要是他父母亲 给他压力我明白 所以说我希望你给我 再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 给你机会 我给过你机会 你珍惜了吗 我不现在在 一直在努力改变自己吗 你改变过吗 如果你改变了 你刁测的时候 你就不会承认 然后对我去刷锅房 那你要我怎么做嘛 我一直在 我在那里克制自己 我刚才说了 我以前的性格 都不是这样子的 我为了你改变了很多了 你知道吗 你怎么改变 改得好辛苦啊 行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关门 来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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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